中超联赛结束了间歇期重新恢复比赛,在第13轮一场关键比赛中,江苏苏宁主场迎来升班马北京人和,双方比赛踢得十分激烈, 而在比赛最后时刻,双方更是因为北京人和球员一次一次拖延比赛时间,而爆发冲突,北京人和队的队一与球员的一次粗鲁举动,险些让单下志愿者受伤,这一幕也堪称本轮中超联赛一个奇葩事件,这是在比赛第86分钟的时候,江苏苏宁在主场依然没能取得领先,双方暂时战成了零比零平, 对于北京人和来说,能在客场逼平强大的江苏队,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结果,而此时江苏苏宁前场一次进攻中,北京人和后卫罗欣将囚死死互助,并最终造成黄子昌踩到自己的后脚跟,虽然黄子昌立即双手上举远离罗欣,但是罗欣在亮相之后还是痛苦倒地,黄子昌露出了无奈的表情, 此时,北京人和在最后时刻,已经不止一次倒地接受治疗了,而罗欣则倒在场地上迟迟不能起身,场边的江苏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对此十分不满,激动地抱怨着对手的行为, 而场下坐着的前中国男足著名前锋李金宇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,很显然,江苏苏宁的教练席,对于罗欣的这次倒地已经忍无可忍,认为对方是故意而为之, 这时主裁判似乎也发现了罗欣伤情并无大碍,是以球场边担架人员上场,将罗欣抬出场边进行治疗,以便让比赛更流畅地进行。 担架人员上场后力,及四人同时发力将罗欣台上担架,而此时北京人和队一冲了上来,粗鲁的一把推开正在发力抬罗欣的志愿者,后者险些摔倒。 这也让江苏苏宁球员非常不满,向裁判抱怨对手这一冲动的行为,不得不说,如果这次队一拉开志愿者,只是为了防止志愿者触碰到伤员的伤情, 那么北京人和队一和球员如此粗鲁地推开,正在搬运球员的志愿者,则更可能造成伤员的伤害。 随后,罗欣自己站了起来,并没有坐担架离开,主裁判也毫不犹豫地向罗欣出示了黄牌警告,可以说这样对一怒推担架人员的行为在世界阻谈也十分罕见,老邱中超求平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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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